之前有个小宝贝问到过绘画的就业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原画师他们都可以去公司面试一些工作 游戏公司啊什么地方 那插画师以后他就业是怎样的 可以干些啥 怎么挣钱 推不推荐当主业 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个问题展开来讲什么是插画 插画师好找工作吗 作为插画师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插画 插画算是一个概念型的名词 也被人们俗称为插图 能带来商业价值的话 可以称之为商业插图 我们经常看到的广告海报 产品包装图 书的封面插图 甚至是壁画等等等等 都可以算是商业插画 有些单靠文字描述没办法达到的效果 需要用画面去衬托出来 这时候就需要画师把特定的情景 情节以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好的插画首先要有视觉美感 能够引导观者进入画面中的情景 了解和感受插画师所构建的世界 是一张讲故事的画 插画的质场在快速扩张 已成为现实社会不可替代的艺术形式 插画师好找工作吗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任何有关于画的内容 都可以成为插画师的工作 可以说插画在我们的生活中 已经无处不在了 插画的市场需求只增不减 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也分自由插画师和职业插画师 自由插画师除了基本的画画之外 还要学会时间管理 寻找客户合同签署 而职业插画师一般较少 涉及上面那几个点 只需要和甲方对线即可 但也不会轻松 身处各类公司 圈子里的金字塔是游戏美宣 外包和电影海报 游戏公司通常财大气粗 但是UP不敢说插画师 是一份很赚钱的工作 至少360行都是能者多得的 只要你能力够强 都会有不俗的收入 插画师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基本的绘画能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对自己的作品 要有很高的要求 严格要求每个细节力求完美 也是对甲方和自己负责 较为固定的风格 画风就是画师的脸 应当有自身比较固定的画风 但有时候为了满足甲方的需求 还是可以变一下脸的 良好的沟通技能 在基本的沟通技能之上 如何保持自己的审美理念 成熟作品集 把可以代表自己较高水平的作品 压小一点 加上自己的水印 方便给甲方看 对自己的定位 了解市场内的报酬水平 面对不同的约稿要求 都能有明确合适的报价 明白自己的作品值得的价格 并且能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科普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 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 或许你的问题 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